它是孔孟之乡的礼仪 梁山好汉的忠义 仙境蓬莱的神秘 这里是山东 每一个地势都人文会摧 首先来到山东的最东端 这里是威海 走遍四海 仍是威海 它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 因威震海将而得名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海上门户 地处海湾风光秀美 也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更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威海市对岸的流工岛 外形酷似一列建船 但这一座小岛却见证了近代百年的历史 仙境海岸千美燕台 它宁卫着黄海与渤海 几千年以来的传说仍在这里流传 它也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所有黄金海岸人间仙境的美称 自然景观伊尼历史相当丰厚 这里拥有我国最长的陆海铁路通道 连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大连 沟通了华北与东北 在古诗这里也是彭莱仙境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彭莱阁 相传彭莱方丈盈州在海之中 人莫能及 它也以八仙过海海市蜃楼而著称 碧海蓝天翻船之多 这里是青岛 它的名字可谓是享誉中外 秀美的海岸风光 近代百年中西文化的交融 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它被人称为世界啤酒城 中国翻船之都 红瓦绿树碧水蓝天 也是整个山东经济实力排名第一的城市 它背山靠海 自然景观相当丰富 锦临市区的牢山 是中国海岸线上最高的山峰 这里地貌争容 牙齐实窍 也是青岛式的后花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狼牙台 相传这里便是徐福东渡的地点 携三千童男童女 东去寻找灵丹妙药 阳光海岸 水运之都 这里是日照 因日出之光仙照而得名日照 因蓝天碧海金沙滩 而为人称道 面朝黄海锦临江苏 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更是被称作亚洲最早的城市 我们调转镜头 来到日照的海边 绵长的黄金海岸 宜人的自然气候 让它成为一座生态宜居的城市 被人誉为水上运动之都 东方太阳城 风筝故土 渊都为方 迪处山东半岛 北林莱州湾 南靠太乙山 被誉为世界风筝之都 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早在七千多年前 这里就有大量人类活动的足迹 著名现代作家莫言 齐名要术的作者贾思协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泽端 都来自于这片土地 在其境内的青州古城 拥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 在上古时代大宇化分九州 相传青州变为九州之首 这里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山水遗蒙 多彩林椅 古城狼牙 因为于以水之滨故城林椅 自西州以来已有三千余年的建成史 藏是徐州立部 狼牙郡 东海郡 宜州府等 州郡府等 至所所在地 殊胜王羲之 至胜卓格亮 均来自于这片土地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宜蒙山 八百里宜蒙风光秀丽 五百里一河景色天成 这里钟灵玉秀 宜泰万方 如一条绿丝带 缠绕在齐鲁大地的腰身之上 黄河入海 龙腾东营 大家都知道黄河 但黄河在哪里入海 提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惑 黄河便是从东营市汇入渤海 它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 被誉为黄河湿地 东方水城 更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 我们现在来到的便是黄河入海口 黄河每年携带十六亿吨泥沙汇集于此 正因如此也造就了大量的陆地 平均每年净向海洋延伸近两公里 孙子故土生泰宾州 因居渤海之宾 黄河之州 而得名宾州 这里是黄河文化与其文化的 发祥地之一 早在新世纪时期 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孙子兵法的创始人孙武便出生在宾州 这是监视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 也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 相传孝子董勇爷来自于此地 所以宾州也是孝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齐峰陶运生泰滋博 它是山东半岛的咽喉 连同中原与山东半岛 古世齐国曾在这里 定都上百年 所以它也被称作海内明都 齐桓公 管中燕英 孙斌 房玄陵 浦松陵 都是来自这片土地 这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 也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 而现如今它也是山东省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 全城济南秀甲天下 它是山东省会 坐落于黄河之滨 泰山之北 是我国极少数同时拥有 山泉河湖地貌的城市 在上古有四渡 分别称为江河淮济 济南便因为于极水以南而得名 秦琼 李清照 新汽集 张仰号等便来自于这片土地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符号 那么属于济南的印象 可能是暴徒泉与大明湖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成山色半成湖 大明湖与济南相得一张 中华泰山 天下泰安 它地处山东省中部 被以五岳之尊泰山 泰山安则四海安 它因泰山而生 也因泰山而兴 一山而建 山成一体 一座见证了历史行衰更替的城市 我们现在来到泰安城背后的泰山 它是五岳之尊 也是山东省的最高方 戴宗夫如何 齐禄 清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 歌昏小 除了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 泰山的自然风光也堪称一绝 孔孟之乡 文化济宁 对我们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 便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这里是华夏文明 儒家文化 水浒文化 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至圣孔子 亚圣孟子 富圣岩辉 史家祖 秋明君出生于此地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济宁区父的孔庙 它始建于公元前478年 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孔庙 这里共有建筑400余间 与其相邻的孔府与城北的孔林 并称为三孔 进入园中 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是探寻传统文化 近距离接触古人思想的绝佳去处 江北水都 运河古城 这里是山东藻庄 古城兰岭 抵触山东省南部 是鲁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 京衡大运河穿径而过 既有水乡的温婉 也有山东的粗犷 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连接华北与江淮 京户县宋管其境内 城街南北连通东西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台尔庄古城 它发源于秦汉 兴起于明清 被誉为天下第一庄 京衡大运河沿线唯一的世界遗产村庄 牡丹之都 好汉之乡 这里是山东何泽 地处纪鲁玉苏四省交汇之处 也是燕照文化 中原文化 江淮文化 齐鲁文化 交汇之处 人文汇碎 雾华天宝 水浒108将 由72位出在何泽运城 山东好汉的形象 一半功劳源于何泽 在上古时期这片土地 曾经存在一个天然的大型湖泊 在与共中称作何泽 相成为摇地仰龙的地方 何泽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东昌凤凰城 运河古水城 这里是山东辽城 地处华北 华东 华中 三大地区交汇之处 曾为京衡大运河沿线 九大商部之一 辽城古城 所落在湖之中央 城中有湖 湖中有城 水城一体 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水城 国学大师纪献林 傅思年 等都来自辽城 同时它也属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卢北田园有德之州 这里是山东德州 它是纪鲁交界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 也是山东省的北大门 所有九达千群神经门户之称 抵触沿海与内陆的过渡地带 同时也具有内陆与沿海的双重优势 同时它也是一座 拥有两千多年建成史的历史文化古城 提到德州 很多人会阴差阳错地想到德州扑克 而德州最为著名的其实是扒鸡 它历来都是鲁菜的代表之作 以上便是关于山东地史的介绍 七路大地 浩克山东 一个人文汇萃 雾华天堡之地 现在什么也可能讲到 我对刚才发现了 我对那些缘织 好好地 看 好地 我对那些缘织 測到 这些缘织